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你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地域 你不能够因为这样的差别 你仗着人多势众 你要消灭他的肉体 这个是违背了普世价值观 这种非理智的现象 我非常害怕 历史上的义和团 红卫兵 甚至五四运动当中的学生的非理智的行动 都是我深恶痛绝的 我希望未来的年轻人在推翻共产党的过程中 最大限度的保持理智 然后尽快的给中国建立一个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宪政民主的制度 这是我们必须走的一条路 其他道路我相信完全走不通 将来共产党推翻之后 皇权专制绝无可能 共产主义被推翻 共产主义 共产党那些残存势力 必定是残杂云孽 绝无可能再卷土重来 大家看看前苏联垮台之后的结局就应该能知道 必定是一个有一批人讲道理 而且懂普世价值 能够用普世价值的这些道理 给老百姓说理 然后出了纠纷 能够用一些公平合理的原则去打官司 或者是自己私了 最害怕的就是习近平 王岐山 王沪宁 刘鹤 他们所领导中国今天的这个局面 现在跟美国陷入了一场死局 他们依靠愚弄老百姓 依靠愚弄群众 煽动他们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鼓吹愚昧 靠封网 靠山号 靠鼓吹义和团 靠这个回归文革 现在北京大街上 最近出现了这个大字爆 而且公然否定邓耀平 鼓吹毛泽东 靠这种愚昧的 这个开历史的倒车 绝无可能解决和美国的贸易纠纷 更不可能解决中国人民 未来的政治 所以我们现在的局面非常严峻 一方面中国领导人非常愚昧 另一方面呢 他们把所有的传播文明的渠道 牢牢的控制在手里 随时拉闸 随时封你的号 随时删你的铁 这个是中国人民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困境 只有那些认识清楚了 普世价值才是解决中国唯一的途径 只有这些人凝聚在一起 然后勇敢的发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